大家好,我是小波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主要有不经节MyBetis 那接着上一节课讲的内容呢 我们继续讲解MyBetis的这个动态之后 上一节课把Way讲完了 那这节课从Set开始讲 那讲完Set之后呢 我会给大家补充两个东西 其中一个呢,就是 ForEach 还有一个呢 是Bounder 那在我们的这个动态SQL使用当中啊 也是非常的常用 那我们首先呢 先来看这个Set Set对应的是什么呢 我们原来的代码里面 都是针对这个查询语句 做这个动态SQL的配置 那Set呢 其实就是针对我们这种执行语句 像Execute 这种 像Update Delete这样的语句呢 做一些动态的配置 比如说我们看这条语句 我们原来做过这个demo的例子呢 就是把这个student的名字啊 根据ID去做下变化 那我们传过来的对象呢 是一个student对象 那这边的动态配置能做什么事呢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根据这个student 里面某些属性 动态的去生成这个update语句 来做update的动作 比如说当这个student里面 只包含这个name 传过来 那就对name做一个update 如果它name和这个bostare都传过来 那就需要对这个name和bostare 都做一个update 那如果只传了bostare的话呢 就只对bostare做update 那这时候如果说 没有动态SQL语句的配置的话呢 我们就要写很多这种语句的排列组合了 那有了动态语句配置呢 我们只要通过在这个地方写一条语句 就可以完成 那其实就是利用这个set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比如说我们先把这条语句给注释掉 我们重写一下 一样也是updatestudent set 这时候这个set呢 就需要写成动态的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标记 set 然后像这些条件呢 我们就要通过这个前面说的这个if 可以做动态的配置了 if then不等于空 这其实跟select的就很像了 那我们呢 就把这句话给配上去 注意这边要加个逗号 如果bostare呢 bostare 我记得我们以前把这个bostare换成了brt 在我们的这个bin的配置里面 bin的这个propt里面 所以这边要写brt 如果brt不等于空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个bostare 这里是字段名 等于 都好 然后呢 再把这个加上去 下面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方法里来看一下 把这条update语句啊 拿出来我们再 对它做一个动态的配置 把这儿 假设我们把这个语句 拿出来 那这个commit要拿出来 上面student的一些重复 我们把它换掉 等等1 假设我们先构造出一个student1对象出来 对这个学生 序号26的学生呢 做一个update 首先这时候我们只 对这个学生的姓名啊 做了一个修改 那对学生的生日呢 没有做修改 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这个时候sql语句会是怎么样的 ok sql语句呢 就是执行了这个 set这个名字的改变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学生的这个 生日也加进去 bostare 那我们把它改成13号 上面的学生呢 改成3 这时候我们来跑一下 看sql语句会怎么样 ok你看 这时候它的语句会变成动态的set 这两条字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库 26 学生的姓名跟生日都会改了 所以通过这个set的这个配置啊 就可以动态的对这个up语句 update语句呢 做一些动态的这个生成 并且尤其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逗号 它能够动态的对这个逗号 进行一个优化 保证呢 不会有语法的错误 所以你们只管在后面加逗号就可以了 那关于这个set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面呢 我们就看下面一个for each的一个动态配置啊 是如何玩的 那这个for each啊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它其实是硬 for each的一个动态配置啊 我们这个select里面这个 这种多条件查询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里呢 是根据student id 等于某一个固定的指 去把它给取出来 那我们在ccode语句里面呢 有一种写法就是说 印的这种写法 比如说是这样 我们要把学号是 1 2 和26的都找出来 那就通过这个印 就可以把它执行出来 对吧 那通过这个动态sql怎么来执行呢 我们来写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先写一个sql语句 id呢 叫querystudent by id 这里呢 它的这个parameter type 就不需要设置了 因为它一定是传过来一个集合 或者一个宿主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它的这个返回值啊 设一下 就用它的result map 这个呢 result map在这儿呢 其实可以 重复使用的 只要指向同一个id 我们只要配置一下 这就可以重复使用 它也可以用它 它也可以用它 那下面呢 我们就用这个for each 来把这个动态sql写一下 for each connection 我们用一个list 我们用一个list 集合 item 就是具体的某一个变量 index index 等于index 我们先这样写 这里呢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要动态变换的这个值啊 我们可以写在这儿 这个值的 当然就是我们传过来这个item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用这个大块把它挂起来 表示一个动态的组 会变化 从这个集合里面取过来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参数 在我们的抓到代码里 会把它传过来 那这个东西 它最后其实要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 变成一个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 item1 item2 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东西要写上去 就是它的 open 以open开头 一个括号起始 close 括号结束 中间呢 有一个spread 以什么来分割呢 都好分割 那这样的一条动态是个可能 就能把它生成像这样的一个语句 当然这里的item呢 就是我们传过来 从抓到代理传过来的 这个集合里面的每一项 那我们把上面的这个select 补圈 ok select from id 那就是什么 in 对吧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cycle 平全了 ok 那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 map 补一下 这里当然我们就要需要多一个 这个的map方法 它返回就是返回一个集合了 当然是一个student的集合 然后 all object id 这里呢 就需要传入一个集合 当然是一个 把它传过来是一个long的一个ids的集合 ok 那再要在我们的这个组方法里面呢 我们来执行一下 我们把下面这道代码给 我 注掉 然后我们用 map query object 这是我们来封一个long的ids的集合 ok 我们就封这样一个list 然后呢 我们来把它 跑一下 出错了 出错原因 我们看一下啊 好像是说这个cycle句啊 出了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cycle句是什么呢 select id in 啊 说这 在刚才copy的时候 没考全 我们把它换一下 应该select from这个table table tutemt student where id in 我们再跑一下 ok 程序能够正常把这个cycle 执行起来了 那我们没有看到结果 我们在这把它给 打印一下吧 list students 然后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总的这个 list的这个count 打印一下 size 应该是三条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对吧 就把这三条找出来 并且这个cycle句 被动态的拼接成了这种 硬的这种方式 好 关于这个for each呢 我们就讲了这 最后还有一个bonder 那这个bonder 那这个bonder 是用来干嘛的呢 在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这段的时候啊 我提到一个事情 我说关于模糊查询 比如说 我们用到like 然后百分号拼接 这时候呢 就要用这个 the last符号 来做自乎算拼接 那这个bonder呢 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啊 自乎算拼接 因为用这个自乎算拼接啊 很容易被 别人造成这个cycle注录的攻击 所以mybitis呢 特地提供了一个bonder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依然可以用这个警号 也就是它底层 让它用pre-statement的方式 动态的cycle语据生成 我们先来看一下 没有这个bonder 我们怎么写这个 模糊查询 但是我们一样 我们也在这里先写一个map 也查这个student 但这次呢 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个姓名啊 去查询 querystudent by name 然后它的这个parameter呢 就用这个student 和上面一样 cident1 返回值呢 也是用这个重用 cident result ok 下面的这个查询语据啊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这个like 把它稍微改一下 呃 为了 n like 资物串拼接 这时候呢 就不用警号了 你得用这个大括号 那它的这个n属性 那我们在这个map 方法里面呢 我们添加一个接口 反过去呢 有没有什么后查询 肯定会有多个结果 所以我们student 结合 参数呢 一样 在这里 ok 那 回到主方法里 我们测试一下 这段呢 就不用了 我们这边改成 query for object query for student by name 那这个stu呢 我们要修改一下 我们这时候需要设定一个 它的这个姓名的一个匹配值 就是我们就把xp放到里面 这要前后 这要中间啊 带有这个xp的 我们都应该把它找出来 就是它的名字带有xp的 我们都应该把它找出来 我们来跑一下 ok你看 现在这个是口语句啊 那就别是这样 like xp 然后前后带百分比 那模糊查询 姓名的xp的 总为五条记录 那这时候我们讲啊 他这条语句 你看 他这条不是问号 是凭借sql的方式 那就容易被 别人用这个sql注入的攻击 那我们呢 在这儿应该是使用 bybitis提供的这个binder 要把它换成 preparestatement这种方式 来做参数的预处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map里面啊 我们来准备把它改掉 跑到我们刚刚这个like这个语句这 在这个select下面呢 我们使用这个binder 这里呢 出了两个属性 让我们填写 一个是nen 一个是value nen呢 其实就是对应 我们待会要设置的这个 处理的这个阐述 比如说我们就叫它panton吧 value呢 就是需要把这段 转换掉 其实呢 它是这样写的 固定的呢 这边有个下滑线 一个parameter 然后呢 我们的parameter是一个 传过来是个student 然后把它的这个nen属性 给取出来 也就是 这个nen 那通过这样写的话呢 我们在这儿like的时候啊 就可以直接通过警号来设置 它的一个预处理参数 pattern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来跑一下 你看 这里的时候 执行语句 变成like问号 并且结果也可以正确的返回 这个呢 就是使用这个binder 来动态的生成了这个 对于模糊查询的一个处理 那关于呢 整个我们的这个mybitis的映射 动态SQL 就全部讲完了 那从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将会进入我们的这个mybitis的一些专题的讲解 那在课后呢 同学们把这个动态SQL啊 这些例子啊 都好好的练一下 因为呢 在直接的商业项目当中呢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经常使用到的东西 好 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